嘿大家好我是鐵爸 今天這一集蠻特別的 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工作站 因為有部分網友詢問到 我想要經營YouTube頻道的話 需要怎麼樣子的一個設備 才能完成這一項工作 那其實在經營YouTube頻道呢 不像是電視那種產業 需要非常龐大的攝影棚 或者是高檔的攝影器材 還有非常強大的電腦設備 才能去完成這一項工作 要製作自己的頻道其實非常簡單 甚至只要一支手機 然後申請一個帳號 你就可以開始你的YouTube頻道了 經營頻道最關鍵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在於你的影片腳本 你的題材能吸引觀眾觀看 然後展現出你自己的特色 你做出來的影片 它的瀏覽能次就會非常的高 那如果你自己的頻道 想要達到盈利的等級 然後替自己賺一些額外的收入的話 只要你可以定期的更新 你頻道的影片 比如說一週一片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YouTube公司 就會幫你的影片 分享給喜歡這一類型的觀眾來收看 那你的頻道呢 就會漸漸的越來越成長 越多喜歡這一類型的觀眾 直到你的頻道了 不過呢在初期真的會非常辛苦 你一天的觀看量可能100都不到 但是你只要堅持 不斷的更新你的影片 然後從中去改善你影片中的質量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觀眾看見你 然後喜歡你的觀眾也會越來越多 當然免不了還是會有一點 酸民無花在裡面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去適應的一點 好的我們就來看一下我的工作站 大致上會有哪些東西吧 第一個呢就是我的MacBook Pro啊 那會使用筆記型電腦的原因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需要外出去拍攝啊 需要快速剪輯的時候 機帶上就會比較方便 那第二個原因呢就是M1系統啊 真的是別無選擇 當我知道M1系統啊在Finalcard的影片剪輯 還有輸出那個輸入之後呢 二話不說馬上就入手一台啊 那在使用了M1MacBook Pro七八個月以來呢 他也為我剪了上百隻的影片 真的不是要業配他啊 M1MacBook Pro剪輯影片這項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如果你原本就已經熟悉蘋果系統的話 後續又想要做平面設計啊 或剪輯影片相關工作的話 我真的蠻推薦買M1系統的MacBook Pro 保證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效能啊 當然也可以稍等一下年末要發表的16寸M1XMacBook Pro 它的效能應該會更誇張更強大 那再過來這邊就是我的外接螢幕啊 當初是為了選擇有支援3683的外界式螢幕 後來挑選了Samsung的CJ791啊 34吋的曲面螢幕 那因為一點音樂巧合的關係呢 非常感謝Samsung啊 可以提供鐵巴打工作證來進行一個測試跟使用 這款Samsung CJ791呢 它是21.9的34吋螢幕 並且有支援到4K的解析度 所以在我使用M1MacBook Pro當初在選擇外界式螢幕啊 有聽到一些災情啊 後來查詢了一下使用這款螢幕啊 讓M1MacBook Pro來外界使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螢幕的表現啊 真的是非常的流暢 我現在播放的是21.9的4K影片 它整體的流暢度啊 還有那個對比啊 看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雖然這款CJ791算是比較舊款的 沒有像Samsung最新的Odyssey G5 G9那麼強大 更新率也沒有支援到主流的144Hz更新率 CJ791啊 只有支援到100Hz的更新率 不過對於我的工作上呢 算是非常非常的夠用的 那在進行工作的方面呢 我們可以把影片啊 放在螢幕的另外一半 那如果你有多台筆電要同時接在這台螢幕的話呢 它也可以使用PIPPP的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左邊這塊啊 可以給左邊的電腦使用 那右邊這塊呢 就可以給另外一台電腦來使用 但是我個人的部分呢 只有使用一台筆電啊 所以它給我帶來的是更大的工作範圍啊 那像我個人使用習慣的部分啊 右側呢會放我一些正在尋找的影片啊 還有音樂素材 那左邊的話呢 就會放我正在剪輯的Final Cut的工作軟體 那至於我最左邊的MacBook Pro啊 就用來做一些平面設計的剪輯啊 還有檔案拖曳的工作 因為大家都知道外接螢幕啊 檔案是可以這樣子移來移去的 我移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的Final Cut影片剪輯 需要有一些檔案放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從MacBook Pro這邊啊 直接把它拉過去使用 那這邊影片剪輯Final Cut的部分啊 當它在進行影片輸出的等待時間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MacBook Pro這邊啊 稍微設計一下我待會要上片影片的封面啦 那這麼大的螢幕啊 如果只有使用一半來進行工作也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當我影片長度比較長的時候啊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放大 這樣子的話就會有比較大的工作範圍啊 讓我進行整部影片的剪輯跟修改啊 你看這樣幾乎所有影片的A Raw B Raw 還有字幕跟要塞的素材啊 都可以一覽無遺 讓你影片剪輯的工作啊 使用起來就會更加的舒服 那這個是我外接螢幕的部分 再來就是我中間這一小區塊 也算是我工作站的一個核心啊 沒有它的話我的工作就沒有辦法順暢的進行 它就是我之前所介紹過的品牌 OWC所生產的支援散熱巴4的Duck 它一共有11個外接POW啊 包含有SD卡跟網路孔 它的吸孔全部都是散熱巴4等級 還有三個比較常用的USB 3.1 Gen2的插孔 那大部分的接孔都是目前業界最高規格等級的啊 因為我在影音工作上呢 真的需要非常多的外接POW 包含我的兩台相機啊 A Raw跟B Raw 還有麥克風 外接螢幕 還有外接是SSD 外接SSD有兩顆 一個是工作點一個是備份點 還有拍完影片的相機取出來的記憶卡 它的讀卡機 再來就是我的無線麥克風啊 Wireless Go也要同時進行一個充電啊 最後就是我的MacBook Pro啊 同時也要給它供電使用 所以在原本只有兩個USB4插孔的情況之下呢 就會非常不夠使用 那在市面上呢 也有推出非常多的外接式Hub 包含我之前介紹這個 USB 3.1 Gen2的創建Hub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更快的速度啊 甚至外接螢幕的順暢度更好的話 就要靠368-4或368-3來完成 所以這款OWC的368-4的大殼啊 完全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這兩條啊 是接我的兩台相機 A Raw跟B Raw 那這一條呢 是接我的外接螢幕 也是使用OWC的368-4的線材 那使用368-4的線材呢 可以讓我外接螢幕的顯示啊 更加的穩定跟順暢 那再來這兩條就是接我的外接SSD 一個是工作點 一個是備份點 那在大殼的前面呢 會有一個368-4的接孔 那原廠有附一條368-4的線 讓你接你的MacBook Pro 再來就是耳機孔啊 還有一個Type-A的孔跟SD2卡槽 那我這邊是有自己再另外用一個SD的圖卡機 那我兩台相機把下載記憶卡 可以同時傳輸到我的電腦裡面 所以在我的工作站中間這個區塊呢 就會放一個多功能的大殼 還有我的外接適應碟啊 還有一些要測試的iPhone 13、iPhone 12之類的 那今天拍攝這個方向呢 跟我平常拍的是不同角度啊 後面有一個背景布 然後兩個Povo2V6C的RGB燈 那我在影片的製作上呢 大致上就使用這些器材 那相信我更多的YouTuber呢 會有更好更棒的器材啊 不過我建議大家先不要去追求器材啊 這些都是要耗費非常大的成本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展開你的YouTube頻道經營之旅的話 我的建議呢 是先把你最拿手的東西啊 把它當作一個主題來進行拍攝 慢慢跟觀眾的互動留言中啊 去改善你的影片質量 然後靜靜的啊 從YouTube幫你的曝光中呢 喜歡你題材的觀眾啊 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聚集在你這個頻道上 那等你的影片剪輯 越來越熟練上手之後呢 再慢慢來升級你的相機啊 或者是電腦設備 這樣子在頻道的經營上啊 會比較輕鬆 比較沒有壓力 而且拍攝的題材啊 也是你自己所喜歡的 所以最後啊 拿出你的手機來當你的YouTube頻道 第一個拍攝的器材吧 試試看連續拍攝一個月啊 你可以產出多少的影片 那對於拍攝影片啊 剪輯影片 你是不是會有興趣 相信在一個月之後啊 你就會找到自己的答案喔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工作上所使用的一些器材啊 還有我在多媒體影片的工作上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 希望對於剛要入門 經營頻道的你會有一點幫助 雖然我也是剛入門沒多久啊 說到這邊呢 我要來感謝一下目前2400多位訂閱者 還有對我幫助很大的朋友以及廠商們 非常感謝以上的廠商跟朋友們 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有更多的動力來製作新的影片 謝謝你們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